这时候,肉粽就是首选,放在粥里,面条里,悄悄的就吃掉了。 对于上班族的妈妈来说,周末做上一份,也能方便长辈在平时的腐蚀中添加,它既能补铁补心,又是天然的调味料。 今天用胡萝卜和猪肉作为食材,胡萝卜富含维生素A,和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。 猪肉富含丰富的蛋白质,补铁又补心,和胡萝卜一起搭配做成肉松,营养又翻了好几倍了,胡萝卜的搭配,也给原味肉松加了点颜色和足料,利用胡萝卜的自然清甜,让肉松的味道变得更加鲜美。 炒的过程中,我也尝了尝,一点都不输给外面的肉松哦,学会这种搭配,颜值,味道和营养都翻倍。 胡萝卜肉松,食材,胡萝卜60克,猪力切150克,参考月令,10个月以上,提示,适合对本食材不过敏的宝宝,图文菜腹步骤,一,准备食材,胡萝卜60克,猪力切150克,二,猪力机切小块,放入冷却后的葱姜水中,浸泡30分钟去腥,葱姜水的制作方法,生姜切丝,葱切小丁油, 放开水冲泡,冷却至常温后使用,三,浸泡好的猪力机放入冷水锅中,放上姜片,四,大火煮至熟透,中途撇去浮沫,五,胡萝卜切小块,放入腐食剂蒸20分钟,六,蒸泡后再倒入50毫升清水,七,搅打成米,盛出至碗中备用,八,煮好的猪力机捞出,瀝干水分,九, 猪力机装入保鲜袋,擀成薄肉片,宝妈家里没有擀面杖的话,也可以用玻璃瓶带铁,深,再将猪力机肉片撕碎,猪力机肉片撕得越碎,做出来的肉松更横松哦,十一,将胡萝卜泥倒入白碎的猪力机中,搅拌均匀,十二,平底锅内刷少许食用油,开小火,炒的时候一定要用强火, 宝妈家里如果没有电桃炉,或比较大难控制的话,可以开一下,关一下搬炒,十三,搬炒至水分收到气氛感,妈妈们,用手捏一下,软粘不干硬就可以,宁可是一点,也别炒过头了哦,十四,第一次炒好后,冷却至常温,然后倒入腐食机,搅打至蓬松,十五,将搅打好的猪肉松倒入瓶底锅, 开小火,再次翻炒至水分彻底收干,第二次翻炒,约三分钟,不要炒糊了哦,十六,炒好后冷却至常温,密封装挂保存,三天内吃完哦,妈妈们一定要彻底冷却后再密封保存,不然水气会使肉松受潮影响保存期限,现在天气炎热,妈妈们记得要放冰箱储存,这样可以适当延长保存时间, 妈妈们给宝宝吃的时候,最好自己先尝一下有没有变质,便为了就不要给宝宝吃了哦,十七,哇,香喷喷的肉松,就这样完成了,松松软软的,入口即化,妈妈们是不是也想来一口家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